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NLM這個頻道 我們今天介紹的這一位是香港著名影視演員苗金鳳小姐 苗金鳳小姐曾經出演過很多套粵語影片 同時成為過街藝電視、亞洲電視和無線電視的合約藝人 苗金鳳小姐原名叫林惠珊 生於1945年10月5日 現在是定居在香港新界 苗金鳳小姐出身在一個富裕的家庭 有七兄弟姊妹, 而她排行第七 她的爸爸是英美煙草大班 在她三歲時已經離世 1962年, 苗金鳳小姐剛剛中學畢業 她就跟另一位女同學在彌敦道逛街 逛到香檳大廈附近的時候 就知道港聯電影公司招考演員 起初都沒有想過要做藝人 只不過陪朋友去 怎料兩個人一起去會見那間公司的老闆劉芳 然後還走到鑽石山大坑村片場試鏡 最後她就簽了合約和進修演技 而且還以17歲的年齡 就已經開始在粵語片裡擔政女主角 她掃黎是演楚楚可憐的姑娘為主 因為她的樣子保養得很漂亮 所以觀眾是非常讚賞 早期合作的搭檔是丁亮和張英 後來的拍檔是周聰 其中跟張英合演的電影《一水隔天涯》 和和吳楚凡合演的電影《珍珠淚》 都是她的成名作 另外在喜劇電影《藍藍女女》裡的搞笑形象 深入民心獲到大眾的好評 直到1970年代中期 她就分別加入了無線電視、街藝電視和亞洲電視 亦因為這樣 苗金鳳小姐就沒有再參與演出粵語片 而且當時粵語片亦正直逝美 苗金鳳於是正式投身這個電視圈 她以暴頭合約形式拍攝劇集 她憑著無線劇集《平平》裡飾演《平平》 《他的一生》裡飾演《道平》 《雲良》裡飾演《陳雲》 《樂神》的絕世美人《恩福》 和創業興家更是她的成名角色和出色的代表作 之後她亦在多部電視劇裡擔正女主角 1978年拍完《大亨》之後 1979年她就離開了無線電視 轉去麗的電視 也就是亞洲電視的前身 同年她就開始拍攝電視劇 曾經在《奇女子》《合道風流》和《大內群嬰兒》裡 也有非常重的戲份 但是自從《麗的電視》 譯名為《亞洲電視》之後 因為部分監製和編劇都是新來的 也沒有什麼經驗 她們專門把年輕演員捧為女主角 因為這樣 苗金鳳在1983年之後 的《亞洲電視劇集》裡 只是飾演一些叫媽媽 阿姨或者二奶的角色 在1980年 她就演出了電影《世不兩立》 1991年就離開了《亞洲電視》 再回到《無線》 但是已經不受重用了 被《無線》投閒 自省了三年之後 在1994年就參演了 黃森衛監製的劇集 《第三類法庭》 在劇裡她飾演女主角 邵美琦的媽媽 葦金玲 她在劇裡霸戲的形象 《深日文心》 1995年加入長壽情景喜劇 《真情劇組》 飾演越南仔王德濱的媽媽 莫兆芬 即是越南婆 劇中她跟關海珊和黎瑄 有不少對手戲 在1998年 在台慶劇《烈火紅心》裡 她就挑戰一個高難度的角色 飾演一個精神分裂的患者 范瑞燕一角 再獲好評 到了1999年 苗金鳳再次回到亞洲電視 她這次參演快活谷和萬家燈火 等等的經典劇 直到2005年之後 就開始淡出娛樂圈 而且移居到馬來西亞 偶然間她會客串香港或者中國內地電視劇 或者電影圈等等 直至2013年 她獲到監製曾志偉和陳維冠邀請 演出無線重頭劇《女人俱樂部》 而且在劇中飾演野蠻婆婆 黃趙詠媛一角 她的演技大獲好評 深受觀眾的肯定 更被網民和觀眾認為能問頂 萬千聲揮攀獎典禮 2014年最佳女背角獎 而在2014年她曾經參與演出過 英王娛樂製作的舞台劇《杜魯志》 苗金鳳在初出道的時候 是用本名林惠山拍攝電影 但是當第一套粵語片《雙鳳壽》 令她成名之後 因為當時的業界 沒有人以真性命來賺錢 所以導演劉芳 就幫她取了一個藝名 苗字因為特別令人記得 加上內地有電影叫苗銀鳳 於是將銀字轉為金字 覺得比較響亮 因此苗金鳳這個藝名 就沿用至到現在 但是其實她認為這個名 是很俗氣的 也不太適合自己 苗金鳳曾經演出過的電影 包括有1962年 雙鳳壽 導演是黃代 演員包括有 丁亮 黎卓卓 馬少英 而她飾演的角色是 詩小鳳和賴愛蓮 1963年 有千金之女 導演是李鐵 主要演員 主要演員是丁亮 李香琴和馬少英 她飾演宋天麗 彩鳳京雲 導演是黃代 主要演員是丁亮 黃曼妮和姜中平 她飾演呂淑蘭一角 好 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裏 請大家點讚、留言、分享 還有記得訂閱 拜拜